大家好 今天我们接着勾置中间这个花心这个部分 这个绿色的 这是花蕊 花蕊是黄色的 在这个花朵中心这个部分 首先我们用这个绿色的线 第一圈 还是先缓起 带线过来 另一个起立针 缓起五个短针 五个短针完成之后 我们拉紧这个线 拉紧线圈 然后和第一针这个起立针的地方 再线过来做一个印拔 这样第一圈就勾置完了 第二圈 立一个起立针 我们把后面的这个线头 随着一块 在这里带着 勾置一下 这样 还是勾短针 一个针目勾两个短针 这一圈勾完之后 一共是十个短针 这样 这样我们这线头压住之后 就可以剪断了 这个不需要到最后藏那个线头了 然后和第一针起立针的地方 做一个印拔连接 第二圈 开始第三圈 第三圈还是立一个起立针 这一圈是不加不减 勾十个短针 每一个针目对应一个短针 这样勾完之后 还是手尾相连 引拔起立 开始勾置第四圈 第四圈这里 我们就是勾这个 这是一个辫子针 这里 这是一个辫子针 我们挑这个辫子针的 里面这一针 就是远离我们的这一针 就是挑这一针 勾之 一共是勾 这个 短针的剪针 先从这里根部挑起 先挑一个短针 未完成的 然后在这边再挑一个短针 这样三针一合并 这就是一个短针的减针 然后 在这里也是 两针一合并 剪了两次 剪了两次 这样挑 这是剪了三次 一共剪五次 这是四次 这是四次 最后还剩下两针 这样一并带过 这一圈 最后还剩下五针 然后手尾相连 这样引拔 其力 断线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小花心中间这个部分 绿色的部分 我们就勾之完了 再勾上面那个小花蕊 小花蕊 是用这个 黄色的线 勾之的 刚才我们勾的是远离我们的这一针 现在 大家这样看一下 就是说 剩下的这个半针 剩下的这一圈 这个半针 这一圈 我们挑这一针 开始勾之 在任意一个上面挑 挑线就可以 直接把线带过来 这样勾三个 锁针 在下一个针目上 这个半针上面也是 把线头压过来 这样做一个引拔 直接把线带过来 再立三个锁针 在下一个这个针目上 还是这个半针的针目上 这样 再做一个引拔 三个 锁针 这样一个引拔针 这一圈都是这样子 三个 三个 三个锁针 这里呢 围着这一圈就是 刚才我们剩下的那个半针上面 五 三个锁针 一个引拔针 三个锁针 一个引拔针 大家就这样把这一圈勾完 大家就这样把这一圈勾完 一圈勾完 然后断线 这样这个小花心就够好了 然后我们把线藏到后面来 这个花心就是在中心这个位置的 这样花心部分就够好了 一圈勾完 二圈勾完 三个锁针 一圈勾完 一圈勾完 几个锁针 一圈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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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勾完